在充满生活气息的菜市场,静静地阅读一本书是什么样的体验? 11月7日,在成都一家菜市场内的菜市书屋里, 十多个平方米的阅读空间,作者买菜歇脚的市民,以及休憩的市场商户。 今年9月起,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企业 在成都农贸市场建成开放了30个菜市书屋。 菜市商家市民不出菜市,就能免费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我们做这个书屋的最初的一个想法呢,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商户和我们的员工他们需要 他们那个小孩放学或者是放寒暑假以后呢,就没有地方去。 在菜市的话呢,希望能够有一个让他们读书、阅读和学习的环境。 所以呢,我们才就是在这个利用我们原来的一个挡件阵地, 然后来叠加了一个菜市书屋。 然后到明年的时候呢,可能在大鹏的那种菜市和马路菜市里的话, 我们也会选,选取有几个有代表性的,我们先做一批试一下。 菜市书屋内配置有饮水机、手机充电、应急药箱、雨伞等便明设备设施。 周围还叠加有缝补、理发等便明液态。 既满足大众阅读、修气需求,又满足周边市民生活需要。 我们以前就是,我们平时就在我们那个一个小鬼鬼上面写作业, 现在有那个菜市书屋的时候,我们就在菜市书屋写作业都挺方便的。 对我们商家来说也有啊,因为客人,进来的客人不一样啊, 和之前的一些比如说全部是老年人啊, 或者是一般就是买了菜就冲冲回家的那种人来说呢, 他就可能停留一些,然后顺便就是对我们商家来说, 也可以提升一个我们的业绩嘛,他又有写信看了书, 然后上花花呀这些,可能也有帮助嘛,对销售也有帮助的。 菜市书屋书架上的书籍也十分贴近民众生活, 以菜谱家政培训、作文写作、健康养生、文学名著等方面的书籍为主。 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杜小军看来, 菜市书屋不仅可以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 还将全民阅读,延伸到居民触手可及的地方, 有利于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以及全民阅读的推进。 对于菜市书屋未来的发展,杜小军也给出自己的建议。 我觉得菜市书屋是一种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 把我们的全民阅读的最后一里来进行打通它服务的人群。 一方面是商户以及他的小孩, 另外一方面就是来到菜市场的一些居民, 尤其是一些老年居民, 所以第一步是要去做好这个分析, 然后有针对性的来建设我们的这样一些图书资源。 我觉得就是这个书的话, 它更多的可能还应该是一个公共文化空间, 可以帮助到老年人他们怎么来提升他们的一些信息素养, 可以开办一些讲座, 通过具体案例的这些方式帮助他们去识别这些信息的真伪, 避免我们老年人上当受骗, 还可以依托这些空间去开展一些跟我们阅读相关的文化推广或者是文化活动。 我觉得今后怎么进一步的让这个菜市场书它可持续发展,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要参与进来, 参与到他的建设, 参与到他的管理, 让更多的人通过参与的这个过程呢, 他有一种获得感和一种幸福感。